馬來西亞政府公布了用於計算碼航失蹤客機 懷疑墜毀地點的原始衛星數據 在星期已公布的這批數據包括 失蹤客機和英國電信公司國際海事衛星組織的一枚衛星的45頁複雜通訊記錄 一個由馬來西亞領導的國際調查組 根據這批數據,確定失蹤客機在南印度洋墜毀 但在客機失蹤後的三個月期間 多個國家在該海域進行了大規模搜索 但未有發現這架班機的任何中跡 失蹤客機載有239人 他們的很多家人要求由獨立人士對這批數據進行分析 這架客機3月8日原定從吉隆坡飛往北京 起飛大約半小時後失蹤,並沒有發出求救訊號 馬來西亞官員相信了解航行系統的人故意使客機偏離航線 越南印度派對,並且改為交通物行動